衛生署同意藥物批發商瑞士諾華製藥 回收四種降低血壓的處方藥物所有批斥 衛生署說四種藥物產品 含有高於可接受水平的疊淡雜質 可以引起細胞DNA的變化 並且可能增加患癌性的風險 又說至今未有接獲涉及有關產品的 不良反應報告 會繼續密切監察事件 並且與海外藥物監管局 就這個藥物發出新的安全評估 及考慮作出更進行動